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讲讲 关于婚礼摄影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在结婚 这是一件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婚礼的摄影 也就是你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了 不管你在筹备婚礼的同时 怎么样去找一个适合你的摄影师 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摄影师 要告诉大家怎么样选择 跟你的可以作为最好搭档的摄影 黑人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 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 就是说当你在寻找这个婚礼摄影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找 然后新人们应该要去问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样可以找到适合自己 因为每个人要求不同 然后你的budget也不同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寻找婚礼摄影 适合自己婚礼摄影师 那个过程其实还蛮繁琐的 就是你要注意到细节非常多 那第一我觉得通常新人 他们会在意的东西就是说价位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搜寻最方便的 就是现在网路真的非常发达 所以其实就是你上网找 那现在坊间其实好的 优秀的时候婚礼摄影师真的非常多 那只是可能你真的需要花时间 那就是慢慢去搜寻 然后就是让自己心里有一个谱 就是说你可能先想好你的预算是多少 然后在这个预算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找到 这个预算之内可以找到最好的摄影师 那你可能先帮自己定一个基准 然后找到一两个之后 然后再从那个做基础为比较 然后再慢慢去去做面试面谈 其实就好像你有时候呢 这个技术很好 但是它能不能够合乎你的心意 其实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在婚礼当天 新郎新娘都很紧张 那摄影师呢能够怎么样 把他们在这个 这个忙碌的这个婚礼过程当中 把那个最美好的 最温馨最有充满爱意的这个时刻给抓住 其实非常重要 你要能够很能观察新人们 对不对 是 这是一定的 对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 是不是要常常跟这个新人们沟通呢 是 怎么样让他们放松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放松 这个过程其实在拍摄当天之前 就应该开始了 就是因为像我觉得有时候 像找摄影师 真的有时候像交朋友一样 就是你可不可以放心 把自己最后一天交付到这个人的手上 还有就是在你们谈话过程之中 你们相处有愉快吗 还有就是他主要真的是 他给你的感觉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信任他 对 因为我觉得技术是一部分 对 另外就是说你头不头缘 是 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这是一半 另外一半的因素 对 那我相信很多戏人 他们都会很紧张 就是说自己又不是专业的 那但是又不希望说自己 每张照片拍出来都傻傻呆呆的 那所以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 你又希望能够不要去打扰他们这个婚礼的流程 但是又希望他们能够拍出这种 有这种好像拍电影一样的这种感觉 新人们要怎么样去摆pose 但是又不是真正的在摆pose 你可以怎么样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提点吗 是 没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婚礼摄影这个东西 其实大部分时间它是属于比较被动的 就是我们真正会跟新人有正面接触的时候 或者帮你们摆pose的时候 一天下 比如说一天八小时流程下来 可能实际上只有到一到两个小时 是我们真正会帮你摆的 那其余时间我们都是 从一个比较记录性的角度帮你们侧拍 这样子很好啊 就没有太多的压力 对 没有错 那其实在侧拍过程 我们尽量也不会距离跟你们靠太近 因为我真的会建议 不会像狗仔一样的 对 不会 我们尽量避免不要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新人 就即便你不管跟他讲什么 他们心里还是会还蛮在意 就是会 they're very self-conscious 就是说你会在那边 所以我们会尽量保持一点距离 那就是在尽量不去打扰 流程进行的过程之中 就是来捕捉一些画面 就是以幕后为准就对了 那至于真的需要帮你们摆姿势的时候 我会建议新人就是放轻松 就是完全不要多想 自己该怎么摆 该怎么站 他们会觉得很尴尬 对 是没有错 这是真的是难免 但是就是 就是我请大家 就是我建议大家 就相信你们请到摄影师 他的专业度 那一切放轻交给他就好 那就是放轻松 然后不要过于紧张 不然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显示在照片上面 是啊 有时候就觉得很尴尬 说你那个脸部就会有点抽搐 或是不自然的表情 那到时候呢 留下了 留下了是这样子的记录 你当然也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也就是考验你们的功力 对 所以那另外呢 另外一个我相信新娘们 很关心的话题就是说 你拍出来好不好看 是够不够瘦 是 对不对 那他一定会觉得说 我今天的状况 可能不是最好的状况 那你事后有没有办法补救 或者说我们现在不是所谓的修很大 希望您多修就多修一点 没有关系 有没有这样子的技术来输出呢 基本上是有 可是我必须就是说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可能就是美国摄影文化 跟亚洲摄影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 比如说像在台湾 他们拍婚纱或者拍婚礼 就是他们拍出来的照片 很多时候都会帮你修得比较严重 修得不像你了 对 真的是 基本上就是修得不像你 但其实在这边是比较不会这样子 比较自然的 对 而且可能就是 其实美国他们对自己的 非常有 他们对自己的体态 比较自信 非常有自信 对 所以通常他们比较不会多做这方面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碰到客户 比如从亚洲来的客户 他就希望你能够帮他达到这样的要求的话 你会怎么样跟他说呢 我会叫他们放心就是让自己有自信 那我会跟他们解释说 其实在这边以婚礼摄影这个东西 他们是属于比较自然的 基本上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 我们可以比如说他可以选出 我们可以帮 就是他可以选出比如说十足 他真的非常喜欢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再帮他额外收 不然基本上我们通常 据我所知一般的在美国的摄影师 比较不会偏向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所以也就是说 没有既然没有这个事后所谓的这个修片的这个服务 那也表示说你当场的这个拍摄功力要非常的好才行 所以也就是说你更辛苦 但是呢 我相信其实让新人达到有最满意的这个作品 还有这个成果其实是你们共同的目标 对 好谢谢CK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如果说您正在筹备婚礼 正要想要选择一套这个好的这个婚礼 婚礼这个拍摄的组合的话 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OK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